我吃奶油哥哥 他是小花妹 我是猫猫 奶油哥哥 我们今天要学什么礼貌呢 今天我们要来学 吃东西的礼貌哦 吃东西的礼貌 嗯 猫猫 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是小口小口地吃 还是大口大口地吃呢 当然是大口大口吃啊 不对吗 吃东西的时候 大口大口地吃 表示东西很好吃啊 被卖东西的人 是一种称赞啊 猫猫 虽然你吃到好吃的东西 就会大口大口地吃 但是你想想哦 有什么动物吃东西的时候 会大口大口地吃呢 牛 牛吃草就是大口大口地吃 那牛吃草大口大口地吃 你觉得好看吗 很特别啊 对啊 很特别 可是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好看啦 没错 吃东西的时候 小口小口地吃 比大口大口地吃 看起来还优雅 还要好看哦 那猫猫 如果你想让卖东西的人 知道你很喜欢吃他的东西 把它吃光光 就是最好的赞美咯 哦 我知道了 所以吃东西要小口小口地吃 这样子比较优雅又有礼貌哦 嗯 那小朋友 你们也记起来了吗 下次我们再一起来学更多的礼貌哦